疯狂麦克斯《狂暴之路》是一部我每次看都会热泪盈眶的动作片 那一点也出奇地稳定 就是这颗镜头和这个镜头 当然,除了这两颗镜头之外 《狂暴之路》的每一颗镜头都会成本两个字沾不上半点关系 但在这些华丽的视效之下 真正让《狂暴之路》够硬的 是它底子里对于主要人物的精准刻画 以及对于这个世界的深刻反省 今天,我们会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 《狂暴之路》的创作背景 与前作《狂狂麦克斯》三部曲的内在联系 然后详细聊聊三位主要人物 Furiosa、Nux和Max的成长曲线 以及他们和这个幻屋世界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我们的节目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关注 记错更多的电影深度解析哦 《狂暴之路》的诞生 本质上是一个同仁作者上位记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得从头说起 《狂狂麦克斯》系列 《世界设定的灵感起源》 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下的澳大利亚 人们为了抢油不择手段 乔治米勒、穆德罗这样的陌设情景之后 由梅尔吉普森主演的《狂狂麦克斯》就闻事了 1979年 石油危机进一步恶化 两一关系紧张 这些进展进一步刺激了《狂麦克斯》的编剧 现实世界中 两一战争持续了八年之后停止 但在编剧的世界里 战争全面爆发 他们烧毁了对方的油田 没了石油 各个国家都陷入了瘫痪 人们纷纷驾车 逃离了没有希望的城市 驶入荒原 寻找生存的资源 《狂狂麦克斯2》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再往后 核战争爆发 世界变成了一片废墟 《狂麦克斯1》中 不过是澳大利亚一名普通公路警察的麦克斯 竟然惨遭恶屠杀害 孤身一人的他 虽然失去了一切 但始终保有人性 愿意帮助他人 可他一直在苦苦追寻的家 早已经荡然无存 在《狂狂麦克斯3》的结尾 麦克斯仍旧选择步入荒原 继续他不会有结果的追寻 以上是《狂狂麦克斯3》部曲的大致剧情 《狂暴之路》又是怎么诞生的呢 《狂狂麦克斯3》是1985年上映的 1995年 乔治米勒就官宣要搞剧版《狂狂麦克斯》 还明说 要向当时澳大利亚热播的一部美少女战士剧靠拢 可能脑海里已经有了Furiosa的雏形 结果 他前三部曲的一位资深粉丝不答应了 这位粉丝 也就是《狂暴之路》的核心编剧之一 布兰登·米卡提 米卡提喜欢《狂狂麦克斯》到什么程度呢 原本是动画设计师的他 直接借《狂狂麦克斯》的世界设定 做了一个动画 寄给了乔治米勒 当米卡提听说 乔治米勒要把《狂狂麦克斯》拍成电视剧之后 直接就骂脏话了 于是 他一不做二不休 自己又画了一堆蓝本 送到了乔治米勒手里 米勒看了之后 大回出动 把米卡提聘为编剧 把《狂狂麦克斯4》搞了起来 到2001年 《狂狂麦克斯4》的剧本 其实已经基本成型了 大致就是《狂暴之路》这个样子 但因为911恐怖事件的发生 项目拖延 这一拖 就拖到了2009年 乔治米勒 这才得以开始真正的准备 《狂狂麦克斯4》的拍摄工作 这个时候 离《狂狂麦克斯》第一部的诞生 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 不仅梅尔基布森老了 梅尔基布森的粉丝们也老了 新生电影观众们 可能压根就没有看过 甚至没有听说过前三部曲 这个时候 如果乔治米勒 以三部曲续作的概念 来制作宣传狂暴之路 说不定就要赔个底朝天 所以 乔治米勒决定 干脆以重启的名义 并且重新选定一个 更年轻的演员 来扮演疯狂麦克斯 吸引更多观众 年轻演员汤姆哈迪 因此成为了《狂暴之路》中的麦克斯 《狂暴之路》的世界设定 基本延续前三部曲的概念框架 一个经历过石油战争 核爆污染 可引用水短缺的末世后世界 但时间设定上完全脱离 所以 却过多计较《狂暴之路》和前三部曲的 线性时间联系 是找不到准确答案的 乔治米勒从来不明确表示 《狂暴之路》与前三部曲 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他也希望 新观众可以就把《狂暴之路》 当作是一个新电影来看 因此 我们大可以把《狂暴之路》 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来对待 因为Furiosa在这部电影中的分量 《狂暴之路》经常被定义为 一部女性主义电影 著名女性主义话剧 《阴道独白》的编剧 《伊弗·恩斯勒》 也是《狂暴之路》的剧本顾问 但如果因此认为 《狂暴之路》只是讲述了一个 解放女性的故事 那既没有看到电影的完整面貌 也忽视了女性主义本身的复杂性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就从剧情和人物两个方面 来试着还原一个完整的《狂暴之路》 Furiosa出生在这个由男性主导的世界边缘 一片由女性掌管的领地 众母之地里 故事中的独栽统治者布斯乔 不仅独占着一片绿地与淡水资源 以此控制民众 还从各地掠夺健康的女性 希望她们可以为她生下一个健康的后裔 这些女孩被粗暴地称为 种母 布斯乔强奸她们 并试图让她们怀上她的孩子 Furiosa原本也是种母中的一员 很小的时候 被布斯乔从种母之地偷走 但因为Furiosa没有生育能力 她被布斯乔派给堡垒的指挥官训练 并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 失去了自己的左手 带着这样一段伤痛的历史 Furiosa从来就没有真心服侍过布斯乔 她不断隐忍 压抑自己对布斯乔的憎恨 逐渐获得布斯乔的信任 直到成为布斯乔手下最高的指挥官 掌控了堡垒中的最强武装运输车 她决定展开自己的复仇计划 假借采集汽油与子丹的名义 掳走布斯乔的五位种母 并带着他们去寻找自己真正的家园 众母之地中的绿洲 发现Furiosa偏离既定路线的布斯乔 立即发动军队与盟友 要追回她的种母 并制裁Furiosa 被追逐的Furiosa 一路上眼神坚定 没有丝毫有意 是整个逃离队伍中的主心骨 当带头决定跟着Furiosa 离开堡垒的种母安克海拉 在追逐中丧生之后 五人中年纪最小的七朵 想要回到布斯乔的身边 Furiosa二话不说 开枪打死了布斯乔的先锋兵 掐灭了七朵的希望 开枪的瞬间 Furiosa仍旧毅然决然 只是下意识地眨了一次眼睛 可是开枪之后 Furiosa缓慢地把枪放低 动作上不再那么干脆利落 眼睛里也出现了泪光 她想要报复布斯乔的欲望 带来了额外的牺牲 这让Furiosa产生了一丝游移 但车轮下的沙土 已经开始湿润起来 绿洲说不定就在前方 为了这个希望和目标 这一切都还值得 他们必须前行 那晚 他们经过了一片 被乌鸦和一身蓝绿的 诡异高桥人占领的沼泽 这幅景象 不仅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就连天不怕地不怕的Furiosa 也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 在经历过游移与恐惧之后 Furiosa放下了一些她的防备 讲述起了自己 被布斯乔掳走的伤痛往事 我们这才彻底理解了 Furiosa一路奋勇的内在动机 她要救赎自己的过去 随后 Furiosa终于见到了 众母之地的族人 才知道 昨晚那诡异离奇的沼泽 就是她一直追寻的绿洲 心思的Furiosa 在众人的注视下 落寞地 走到了荒漠之中 无力地卸下机械手臂 跪倒在风沙里 仰天长啸 要理解Furiosa的这个关键瞬间 就要提到塑造Furiosa的关键道具 她的机械手臂 Furiosa一出场 就装着这只机械手臂 身体里部分残缺 又有人工制造的金属机械替代 说明Furiosa 失去了一部分原本的自我 但也选择了一部分自我 乔治米勒说 Furiosa如果生活在和平年代 说不定会是一位绝世美人 然而 在疯狂Max的世界里 她不得不成为一名战士 选择这只机械手臂 就是选择成为一名战士 Furiosa第一次卸下机械手臂 是在经历过追逐中 第一个大风暴之后 Furiosa远远地甩开了 不死墙的军队 这才放心地取下手臂 这个点也成为了Max得以接近Furiosa的时刻 我们第一次通过Max的视角 看见不戴机械手臂的Furiosa 是在一个全景中 从背面看见Furiosa 人物比例渺小 又背对镜头 让我们直观地认识到 取下机械手臂的Furiosa 是相对弱小 不是防的 第二次Furiosa卸下手臂 就是在众母之地的荒漠中 有了第一次的铺垫 我们会下意识地感受到 脱下手臂的Furiosa 是渺小的 无助的 而Furiosa卸下手臂的过程 也非常值得回味 Furiosa解开肩带 手臂脱落后 仿佛五段四连一般 拒绝离开Furiosa Furiosa伸出手 要摆脱这个负担 脱下时 特地将手臂扔得远了一点 这个小动作里 包含着Furiosa 对一只手臂 这负担 这么多年的努力 那虚幻的希望的怨恨 下一个镜头 Furiosa跪倒在地上 它以最本质的状态 近近那一片 已经不复存在的故乡土地 地上的风沙 由内向外吹拂 渲染了Furiosa 生命力的流失 和情绪的释放 第三颗远近镜头 Furiosa被彻底淹没在黄沙之中 沙漠形成的线条交汇 锁死Furiosa没有出路 三颗镜头 担开了Furiosa 自前的一生 而第三次 Furiosa取下手臂 就是她将不死乔 置于死地的瞬间 Furiosa将机械手臂 卡入车轮之中 扯下了不死乔的面罩 杀死不死乔 机械手臂 也就完成了她的使命 在Furiosa松开锁链之前 她对不死乔说 Remember me 这句话的出现 有点空穴来风 Furiosa是不死乔的指挥官 她怎么会不记得呢 但如果我们顺着这句台词挖掘下去 就可以找到狂暴之路更深的含义 那么 要理解这句台词 我们先要讲讲 狂暴之路中的另一句台词 见证我 以及 与这句台词紧密相连的人物 Nux Nux是不死乔堡垒中的一名战争男孩 战争男孩们 毕生都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要为不死乔光荣献身 这样 就可以得到她的抚佑 死后进入英灵殿 与过去的英雄同喜欢宴 永绝不朽 这是被不死乔洗脑的结果 每当一名战争男孩 即将要现身的时候 他们就会在自己的牙齿上镀铬 让自己变得像高档引擎一般 明亮闪耀 并同时呐喊 Nux和其他所有的战争男孩一样 希望能够拥有这样一个光荣的时刻 并进入英灵殿 与其他战争男孩不同的是 他本来因为病情 差点就不能参与这场追杀 Firiosa的战斗了 但刚好 来了一个Max 可以做她的健康雪包 所以 她才得以上战场 也因为这个 Nux比其他人都要更加英勇 在追逐Firiosa的过程中 赶在了整个队伍的前面 Nux 第一次接近光荣时刻 是在大风暴之中 他看着眼前 纷纷牺牲的战士 兴奋地叫嚷 可惜 在Max求生欲的牵绊下 Nux的愿望 在风暴中逐渐熄灭 但是 Nux并不气馁 风暴之后 Nux又偷偷爬上 Firiosa的运输车 想要趁机勒死Firiosa 可是 寡不敌众 Nux不仅没能勒死Firiosa 还被姐姐们教训了一顿 推下运输车 被饶了一命的Nux 死不悔改 继续寻找 为布斯乔立功的机会 他敢回答部队 告诉布斯乔 自己上过Firiosa的运输车 熟门熟路 如果布斯乔 可以再送他上一次运输车 他这一次 一定可以弄死Firiosa 为布斯乔夺回忠母 布斯乔听了 很是开心 亲自承诺 会送他上英灵店 结果 Nux太过于激动了 在布斯乔面前出了球 被见证的可能性 彻底破碎之后 Nux 蜷缩在运输车的后车厢上 而这种彻底失败 却也将Nux 从布斯乔的精神囚龙中 解放了出来 给了他新的可能性 被爱的可能性 在后车厢里 种母小能 发现了Nux 并给了他安慰 从未感受过 他人关怀的Nux 内心顿时柔软了下来 并在小能这儿 找到了新的归宿 成为了逃离队伍的小帮手 后来 当逃离队伍在Max的建议下 决定返程 赌回堡垒时 Nux 更是为了给大队伍断后 自己牺牲在了山涯之下 那一刻 Nux没有在 机械兴奋的狂吼 而是抬手 指向小能 轻轻地说了一句 而小能 也以众母之地 将亡灵收进心里的纪念手势 曾Nux 收进了自己的心里 Nux 为什么会这么在意 被见证 跑出不死桥的洗脑之外 我想 是因为Nux的人生里 大概没有什么 值得被铭记的东西 作为堡垒里的一颗螺丝钉 他从出生的一开始 就被剥夺了生命的意义 所以 前期的Nux 只能寄希望于 通过当下的作为 来达到虚幻的未来 Fiorosa 同样也在期盼一个虚幻的未来 但与Nux不同的是 Fiorosa 是希望通过 达到那个虚幻的未来 来弥补伤痛的过去 对于Nux来说 过去是不存在的 过去 是不死桥 似通抹去的存在 因为过去 包含了他的罪行 所以 他要用当下和未来 操纵人心 可对于受害者Fiorosa来说 过去 是唯一的存在 所以 Fiorosa用这一句 记得我吗 挑衅不死桥的 见证我 就是在用不死桥 试图抹出的过去 挑衅不死桥 以虚假的未来 在当下建立的权威 而生命 即将走到尽头的Nux 也从一开始的 渴望被见证 进化到了最后的 病名记 在Fiorosa和Nux之间 所产生的 关于过去 现在 与未来的讨论 也就是 狂暴之路的核心 这个核心 同时也体现在了 狂暴之路的世界设定 和Max的背景故事之中 因为这个世界 和Max 都生活在 过去的阴影里 在狂暴之路 两个小时的追逐戏中 Max 作为系列核心人物 自己拥有一个 闪回的空间 根据Max 在片头的旁白 我们了解到 他曾经是一名公路警察 并且 因为他自己的某种失误 为能保护住 他的女儿 所有的亲人和朋友 由此产生的负罪感 在行进的过程中 不断地 以鬼魂 回忆 和噩梦的形式 牵扰着他 和Fiorosa一样 Max 是一个生活在过去的人 他的一切追寻 都是希望 能够弥补过去 但与Fiorosa不同的是 Fiorosa的过去 还有弥补的可能 可Max 永远都不可能 弥补他的过去 因为对于他来说 他自己 同时是 失害者与受害者 自我毁灭 也是逃避 所以 他只能 无穷无尽地 生存下去 这也是为什么 Max选择帮助Fiorosa 最后 又选择离开 能够保护别人 对Max来说 就是一剂 了以未戒的 止痛药 但当别人被治愈之后 他只能带着 自己的命运 继续流浪下去 故事中 同样处于 同为失害者 与受害者困局之中的 还有谁呢 Max生前的 荒漫世界 Max的背景故事 就是这个人类世界的 一个象征与缩影 人类这个群体 与环境 本是共生的关系 可是人类 没有保护好环境 结果 又遭到了环境的反噬 像Max一样 人类这个群体 既是失害者 也是受害者 从人类出现的一开始 个体生存需要资源 集体生存需要繁衍 繁衍就需要更多的资源 繁衍能力更强 以捕猎为主要生产力的 负系社会 自然而然地 取缔了繁衍能力更弱 以采集为主要生产力的 母系社会 本来的母系社会 繁衍是有止境的 对环境的需求 也是有止境的 但是 负系社会的模式 繁衍 扩张 与占有 都没有止境 直到今天 止境出现了 人口爆炸 资源短缺 不同集团 都扼住了彼此的喉咙 对资源的竞争 进入到了白日化的阶段 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破坏 也进入到了一个 不可控制的阶段 想要救赎过去 已经没有可能 人类社会 也只能尽力地 生存下去 那么 出路又在哪里呢 狂暴之路 预测了这样一种未来 负系社会的竞争 到达顶点 自行崩塌 母系社会 吸取负系社会的经验与教训 急而取而代之 取代之后的结果如何 Fiorosa 会不会成为新的独裁者 我们还不知道 这就是狂暴之路 在单纯的解放女性之外 更完整的要义 女性主义本身 除了解放女性 追求性别平等之外 在它的基础上 还衍生出了另一个理论 即 酷尔理论 酷尔理论 简单来说 就是认为 人的性别 不该由每个人的生理性别 粗暴地决定 而是每一个个体 都在后天的社会 和文化环境中 逐渐形成 并具有模糊性 和流动性 这个理论 也就是在挑战 几千年 父权社会的顽固统治下 所形成的 男性刚毅 女性应有的刻板印象 因为刻板印象 它是一个出于 保护父权系统 稳定性的目的 被创造出来的 支撑这个系统 长久存在下去的工具 比如 在狂暴之路中 如果说 不死乔 是刻板男性力量的象征 意志不坚定的种母 七朵 是刻板女性力量的象征 那么 其余的所有角色 都处于这两个极端的光谱中间 负有Rosa 圆寸头 机械手臂 富有男性特质 达传乔治米勒 之所以选择梅尔基布森 和探索哈迪 出演Max 也是看中了他们身上 在刚毅之外的温柔气质 即使 其余本身 也在故事的发展中 体现出了 从软弱 到反抗的变化 出现了流动性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去治愈这个世界的顽疾 不仅仅是对于 女性地位的召唤 而是对暴虐特质的反抗 对温柔特质的召唤 我们需要的是 二指的融合与平衡 在狂暴之路中 它幻化成了 刚毅的Furiosa 和温柔的Max的并肩作战 他们对过去的 压迫与伤痛的铭记 诱发了他们 对过去救出的渴望 促使他们 在当下 毅然决然地展开 对霸权者口中 虚幻未来的反抗 反观我们当下 所生存的世界 从波及全球的 M2运动 到央起各地的气候变暖 疯狂Max的狂暴之路 在给观众 带着完美视听体验的同时 又给足了观众 反思的空间 是在艺术性和商业性上 完成度都极高的架作 狂暴之路的美术部门 一以贯之地 用废弃品 制造了电影中的每一个道具 让这个末日世界 无懈可击 电影作曲 不仅仅牢牢掌控住了 动作段落里 令人热血沸腾的电音 与打击乐 更是在油画一般的镜头中 用绵长的弦乐 谱写出了史诗级的旋律 体现出了 对这个世界中 每一个个体的体恤与悲悯 电影剪辑 更是开了挂一样 在快速剪辑中 捕捉住了追逐战中 每一个动作的力度 也捕捉住了 每一个人物的细节反应 由此建立起了 一个个扎实的人物 狂暴之路上映的时候 是彩色版 后来 导演乔治米勒 又出了一个黑白版本 非常值得影迷 去观看和对比 乔治米勒坚定地认为 狂暴之路 就应该是黑白电影 但制片厂 出于票房考虑 还是发行了彩色版本 黑白版本 使得电影中 所有导致的材质与纹路 都显得更加突出 让这个世界 也显得更加的凄凉与无望 但黑白版本 丢失了彩色版本中 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就是堡垒中的绿色 这个绿色 是希望的象征 看不见这个绿色 就更难体会 Fiorosa和众母 渴望杀灰堡垒的心情 那么 你是更喜欢黑白版本 还是彩色版本呢 如果你都看过的话 欢迎弹幕留言 和大家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 收藏转发 让更多人发现我们哦 森林马拉松 我们下期见